上周我们谈及上帝给人信的设计 那个目的是让人在造物中发挥影响力 进入关系与连结 还彰显神的荣耀 这是人的责任 基督徒在还没信主以前 解决核心可求的方法也会跟随着世俗 所以信主以后要时常的省察自己的深层可求 省察的功夫主要是靠祷告 人要从下意识的许多错误中觉醒过来 这是一种将过去 现在以及将来的生活整合在神统一的一种祷告 那今天我们就要谈谈如何到神的面前祷告 来得着圣灵的引导进入省察 我们可以先看看今天引用的圣经 是在使徒行传17章24到28节 这里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救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隔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才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吧 伟大的耶和华神 你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我们都是你创造的 我们的生活存留 动作存留都应该环绕着你的旨意 在你的注视下和面光中 反映出你的荣耀 但是我们的祖先堕落了 我们变成了那失丧的万族 在历史的时光中浮沉 被生命中的需求欠缺所摧鼻 在世界与物质中去寻找弥补与满足 让自己肩负了沉重的负担 八卫师圣灵 我们需要你教导我们 如何省察自我的意识 学习从错误中觉醒 把在生命中隐秘的偶像 或在下意识中 把持的一些无一的事物 都数出来 导致我们不绝的内心渴求 好接收从基督而来的供应与满足 今天的课题学习 求主赐下属天的启示 并激发我们心中的聪明智慧 让我们在灵修的祷告中 有所学习和进步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好那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意识 省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定义是什么 那以下的课程的教材 我都是参考了这个基督风容团契灵命塑造 事工还在香港的一个伊纳觉灵修中心 他们里面的一些教材 我是从里面手集出来 把它编在一起 那我们看这个意识醒察 其实他又名叫伊纳觉神操 神操这个名词是指任何良心 省察 默想 默观 口道 或是心道 等等 在灵修中调整我们的心灵 摆脱所有的偏情 然后在生活的安顿中就寻求并找到神的旨意 以拯救自己灵魂的任何的方法 这都叫神操 神操祷告是与基督交谈 不是西经不是学圣经 祷告的人必须将心开放于整个世界 而非只念及自己的需要和自我完美的渴望 祈祷的目的最终是透过基督的恩宠 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融合在一起 那我们其实常用的是利用西经的方法来祷告 那这个伊纳爵就感觉得到 那个往往会妨碍到灵修的人与神相遇 因为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我所说的 如果你去研究圣经呢 你就会研究客观的第三 你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看什么什么 所以这就妨碍了直接神跟人的这个连结 他说要把每一句话都变成是神跟我说的 然后福音交谈呢 必须福音交谈就是你读圣经啊 这样子或者你跟神讲话这些 都必须对有绝对的诚意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的诚意 是不可以被福音来判断我们跟转化我们的 所以实际生活里面的灵修 只在万事万物中寻找到神 同时能以爱还爱 意识省察的祷告是一种学习留意 和辨别每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也认识和反省自己的内心动态 不是动机动态 并期待和相信神会在明天继续带领今天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是一种将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整合在神的同在的一种祷告 这一种祷告的操念是要将自己身心灵的动态 就是你的感情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态度 这些不是对错这些批判的这些东西 而是把你的身心灵的这些动态来带入与神对与 查验辨别所发生的事中哪一些来自于神 哪一些不是 然后就感恩的接受神所赐予的 弃绝那些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意识省察的重要的核心的内容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意识省察的历史缘由 意识省察祷告 它是源于16世纪罗马天主教 这个耶稣会 Society of Jesuit 那个创办人伊纳绝 我们都听过现在都有Loyola College什么都是很有名的 就是他们这一派 然后这个人 然后他是一个西班牙的人 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创办人他所带领的属灵的操念中 每一天必须进行祷告 那今天有很多人学习或是讲授这个伊纳绝的灵修 那这些人他们都是来自基督教不同的宗派 他不是天主教在基督教里面更进会之后 从那个时候十六世纪以后到现在 就已经是一个传统了 是一个很有名的很熟灵的一种操念 所以很多基督教的人都是有他的 所以他们这些基督教来自不同的教派 同时不少的基督教派也开设有这个伊纳绝灵修学习和必进场所 所以我记得好几年前 我那时候没听过这些不知道 但是我在Terry Wardle的那些特会里面 看到他们promote的一些 就是你交一笔钱去住几个月 然后里面就是每天规定你怎么样学习 要看什么书 然后还有一个属灵的director带着你 这样然后你学过之后呢 他就给你一个certificate 然后你就qualify可以做别人的spiritual director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跟这个伊纳绝的这个灵修 进修的这一套的来自这个 所以那还有这个伊纳绝他认为每一个修士 纵然生活工作很忙碌 无暇祷告 也必须要做意识的省察 就每次十到十五分钟 不离太长 就是每天你要最少 省察你自己的意识里面 有没有神 就是这个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伊纳绝 其实是最早的心理 心理学大师 伊纳绝所强调的 是在经历神 不是我被神造就了 我对了 我错了 我认罪了 不是那个 你就是无论怎么样 经历神 神惩罚你也好 神爱你也好 什么反正就是重点 就是你要经历神 所以伊纳绝他发现这个属灵的超念 有可能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就缺乏经验神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很留意的 古时候常常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良心的审查 所以呢 这个良心的审查呢 他就是注重理论里面的对错反省 这个跟伊纳绝的不一样 他不是警察你的良心 有没有做对 有没有做错 他要你发现的 就是不要停留在你的知识的 你的知性层面 你要与神对于 与神相交 有了这种经历以后 你才可以讲别的 他说如果没有经历神的这些经历 你是没有办法分辨神的同在的 所以你整天过去 你不会知道 除非就像你拿着钞票 你看过那个真板的 你才认出这个费 如果你从来不知道真板是什么 人家用假的钱 你也不会知道的 所以他就注重在这里 然后他就认为 当你有了这个经历了神以后 这些经验以后 然后呢 在当中 你又需要圣灵带领你 做一些理性的分辨 所以在里面你就分辨 这个出于神 这个不出于神 那种的分辨就属于理性 但是你进到神的面前 跟之后就比较感性的 所以他说 这个祷告呢 一般就是以感恩开始 也以感恩来结束 是一种整合感性与理性的一些祷告 有一个牧师他讲了 他把五个操念的步骤 还加上个案 我们听一听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讲步骤了 那意识行查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他很简单 那只要前面的概念呢 有了之后 他所有的步骤 就是贴近神 贴近自己 这样就非常的 非常容易了 第一个光照 这个光照呢 就是 光照就是 求神 来光照我 而不是我用我自己 你看又回到自己 对不对 我用我自己一直在追溯 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人 有没有得罪神 不是我 或者是我一直追溯我这个记忆里面 主啊你一定要光照我 就是他的主角不是自己 所以他的意识行查里面有一个很重 菊姐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神 以神为主体 不是以自己为主体 这个地方抓住了 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怎么做 那如果有时候我们不想表达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不想表达感谢 甚至不想醒察的时候 当你在跟配偶吵架生气的时候 你会不会 会说 我有这个配偶 感谢神 当下不太能 对不对 会有这个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习惯 愿意被神光照 那就是求神 敞开 我让自己敞开在神面前 让神来光照 第二个就是感谢 这个感谢呢就是 应该是说 因为神的光照 所以我们的感谢就出自内心了 如果是出自我的感谢 我的记忆 我的感受 那么就算我发现什么事 我也很难表达 这个感谢 第三个是 是回顾当日 这个回顾跟光照 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 你在被光照那件事情 那个人物的时候 你去回顾 然后再去思想这件事情 这样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这个回顾呢 又不同于事后检讨 因为事后检讨又回到那个良心 刑查对不对 谁对谁错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 人比较容易犯的就是事后检讨 检讨别人 检讨自己 那那个关注点就是自己嘛 就是我希望怎么样做得更好 或者是别人 我检讨别人就是因为他 他不符我的心意 所以我要检讨他 好 那当下的关注呢 这个医师检查是要 关注当下的状态 再说一次就是状态 呈现那个状态 你很生气 生气是一个状态 对不对 为什么生气 不合理 不公平 或者是你很气自己 没有讲出你该讲的话 有没有可能 很有可能 那为什么你不讲呢 因为你觉得 不要讲就不会冲突 或者是不要讲呢 就比较是 大家看到的我就是 表现很好的我 都有可能 那这个医师检查是 持续追踪 追踪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事物 好 再来我们面对问题 当我们被光照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求主的恩典 让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作者啊 他有一次呢 他到了一个 好像 好像 他在机场 然后他买了一个食物 要去一个地方 坐下来吃 可是那个地方呢 上面标示 此区呢 专属本店消费者使用 他外带食物进到一个地方去 去坐下来要吃 就有一个清洁工 从他旁边过 就跟他说 先生这里不能用别的 用别的菜 对 不能用外带的食物 结果这个作者非常生气 哇 你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 竟然可以这样对我讲话 你只是一个清洁工 那他很激怒他 但是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发现什么 他很羞愧 因为在他里面有个骄傲 在他里面有个自私 我就是想在这里方便我 我想要在这里吃 这就是我们勇敢去面对 问题之后的改变 因为原来的生气 你就会发现 其实里面很多隐藏的污水 那最后一个是求恩 求恩行动 那这个行动呢 不是做得让自己更好 而是靠近基督 所以行动不是为行动而行动 是为了靠近基督而行动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走进案例 这本书呢 叫做 与面包同棉 对 那它是一个意识審查 一个很容易看懂的一本书 那它是用故事性的方式来讲 跟大家推荐 那先来看这个 第一个案例 那这些图片呢 跟它的内容 我是摘自这个 与面包同棉这本书 有一个人叫马豆 马豆这个人呢 它是一个标准的悲观主义 在他心情很愉快的时候呢 他就担心什么 好景过后 失落更大 然后情绪呢 于是情绪就大打折扣 这个很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学生的例子 那其实这种 这种情况呢 有时候很容易发生 就是里面呢 同时有一个 接下来 里面同时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 就是 马豆呢 有时 即便它在工作完之后呢 有十个人对它有赞赏 听了十句 十个人 但是突然有一个人跟它讲说 这个部分我觉得你有一点点改善 改善在什么地方会更好 所以呢 前面十个人讲的他都不记得了 他只一直在意 为什么那一点做不好 这像你吗 不会 这个很像我 这个里面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 被要求长大的 所以呢 我里面常认为我应该不应该 我要极力的做好 所以会有这种倾向 当我们在更多 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就可以遇见圣灵的光照 我们可以去感谢 感谢 感谢有十个人对我赞赏 甚至感谢 只有一个 提出我需要改进的地方 甚至很好 有一个人可以对我提出感谢 改善的地方 也许那十个人只是客套 我不知道 让神 和圣灵来碰触我们的感受 然后我们去接纳跟医治 然后接着呢 我们在 每一天 如果养成这个习惯 其实只要几分钟 然后我们就会把 所有事情交给神之后 带着 最好的 进入我们的梦想 他这里有提到一个潜意识 如果我们 前一天是忧虑的 我们就忧虑 很多事情 然后你在忧虑中睡着了 那很有可能 就会什么 潜意识里面就带着忧愁 所以呢 你里面是没有办法自由跟轻松的 好 这是第一个案例 不知道大家觉得 像你吗 像某某人吗 好 第二个叫丹尼斯 这个人是一个乐观主义 他自己所处的世界 他说一切非常感恩 非常满意 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可是他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他也不敢碰触它 太深的感觉 所以他就会为了求这个美好 他会粉饰太平 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然后就告诉人家说 我都很感恩啊 我都很满意啊 因为千万不要把船打翻了 这个丹尼斯呢 有一次呢 他写了一封信 那这封信呢 他写完之后呢 他写完之后 心里有一种感觉 他有一种 写完之后 他重新看了一下 里面有一种感觉 他有一种忧愁感 他就问神说 这个忧愁感是什么 如果是他以前 没有操练过的时候 他就不用管了 寄出去就好了 可是那一次呢 他就有一个忧愁 忧伤起来 他就再把它拿来看了一次 看了一次之后 他正视他的感觉 不要让他过去 不要遮盖他 忽略他 他就正视那个感觉 然后那个感觉呢 就是一种 他那个忧愁是什么呢 后来神跟他说话 要他拿起勇气 不要害怕冒险 要为自己站起来 但是他举的例子里面 没有讲内容 大概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他 他要面对一个决定 或者是一件事 他想要按着他原来的 这种讨好 这种平和过去 但神却光照他 所以他很 他很正视的去承认 自己的沮丧跟痛苦 当他承认的时候 他就听到 上帝怎么样透过这些感受 向我说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对不对 好 爱丽珊呢 这个沙伊拉 他这个人呢 他从小呢 是在一个比较 复杂的环境下长大 他的母亲是精神病患 所以对她呢 是很多的苛责要求 甚至是无理的 或者是 就是对她是超过她的责任 跟年龄角色的对待 那这个人呢 对自己的需要 或者是一种 或她的渴望 她都感觉到羞愧 也好像不应该 我不应该得什么 我应该被付出 我应该要为这个家付出 这就形成他里面的一个 里面的一个 自我认同的意识 那有一次呢 他遇到了一个 他爸爸很早就过世 他遇到了一个年长的老师 这个老师呢 就带他像父亲带他一样 可是很奇怪就是 因为他很畏缩 或者是他又很 很不明 就是说他的 他的需要或他的渴望 他又不敢讲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 复杂的情绪 于是他跟这老师的关系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结束了 但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呢 是一个很深的失落 而且这个失落呢 是他想到的时候 他心里都会隐隐作痛 可见是心里影响到生理的 是非常严重的 那他的这个失落呢 他常常想要几次 要跟这老师和好 但是因为他也不说清楚 所以他的老师就 可能他们就是没有 那个和好的机会 所以他常常要找人来诉说 他对他跟这个老师的问题 然后他自己的感受 但是说的时候好一点 但是只要是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是没有办法再面对 他常常给自己一个借口就是 没有问题啦 人生总是有一些创伤 是不能疗愈的 那我跟老师的这个关系 就是其中一个吧 可是这个情绪多年之后 始终没有过去 有一次他在学习意识行查的时候 他就跟神讲 需要神帮助他 帮助他什么呢 帮助他做自己 他要求神帮助他 去了解什么是他自己 而不是包装起来的 别人要求的 或者是我已经认为 你知道这叫内化 就是我已经认为 我应该这样 我有一点点渴望的时候就是 这就是一个不应该的 所以他是他被神光照 被神医治 后来他跟这个老师呢 因为老师后来 就是中间呢 他是不肯见他的面 但后来有一次 他很勇敢的说出 他必须让他愿意听他讲话 这个要求 所以老师就给他时间 给他机会 没想到真的出席了 然后这个老师听他讲了三个小时 他的心路历程 于是他们就真正的和好 当他们那个和好的时候 好像过去的事都没发生过 今天听这个牧师是到这为止 这个伊娜觉得神朝祷告 他其实是很活的 很贴近人的意识的 他让我们探索自己的内在 然后呢就鼓励那些去寻求的 就是避静 就是安静的那些人 他要找出慢慢的 他会找出熟识神 跟他自己沟通的方法 神照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当然那些人 跟神沟通的方法 可以一直进步 就是我们一直学 这个灵修有什么方法 或者怎么做 就是希望以后 多操练的时候 我们更进步 更容易跟神沟通 但是呢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就是神照人他知道 所以呢神自己会有 他跟那个人沟通的方法 但是那个人他要意识这一些 就是如果他平常 不知道神会讲 神是什么 他一直在自己里面 来请察呀做什么 他就没有是跟神沟通了 所以这一点就是 他的特别好的地方 就帮助你每个人认识 你自己的内在 你个体 你是谁 这样 所以开始操练的时候 他就建议 每天操练一个步骤 然后呢 就是但是不能够长 就是因为 因为你一长了 可能就又落到 另外的那一些 什么省察 内心省察 什么良心省察 实情省察 什么什么 就会 又会落进去了 所以他要求就是这样开始的 都不就是你一直做了很多你的灵修 你的祷告 你可以有很深很长的时间了 但是那些不是意识 警觉的祷告 他这个是各种的祷告当中 有一个不可少的 他就叫你 如果你一直进去 每天都有这种的操练的时候呢 你这个功能 你这个就很快的 就是能够跟神连接 所以要明白这个不代表说他是代表所有的祷告的 所以他就是说你尽量操练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像刚才那个牧师讲的 你要焦距在一件事情上 或是一个人身上 或是你自己 反正这是灵异一些 触动你内心的 尤其是情绪上面 特别有触动的 哪一想到哪些做什么 那你就比较停在那个步骤上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说你一时省茶的时候 如果你开始不知道那么多 你就可以问两个问题 再问你自己 今天你生活的时候 你感受到有神 在哪个时段 哪个时刻 你感受到神的同在 为什么你感受得到 然后你想一想这个 然后你马上就感谢主 他来跟你 邂逅过了 今天在某事上某人 或是什么 那你就感恩 然后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问 你在哪一个时间上面 在今天里面 你经历到什么 你好像一直觉得很枯干 就是神不在 神你在哪里 就是那些感觉 所以你就也在那边 求神帮助你去思考 为什么你会有那种感觉 什么塞住了 这样 所以你那时候就可以告诉主 你心中的感受 要告诉主 当时发生的时候 你是觉得很生气 觉得很惊慌 觉得什么什么 然后听一听 安静的 然后看主跟你讲什么 所以这个 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如果要灵修了 也是用他自己的方法 每日灵修五个步骤 我们可以稍微读一读这个 因为你听了那个牧师讲的 再读一读这个 你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 所以他说第一个步骤 当然他掉了 刚才那个是光照我是先 谢谢我是第二 这些都没关系 所以第一个步骤 他说你以感谢主来开始 回味一天的生活 留意美好的时刻 和主所赐的恩典里面 然后回顾主是如何具体的 借着今天 借着某事某人来祝福了你 所以你就为这事情就特别感谢主了 那你在于这样做的感谢 就好像当帮主就是一个人了嘛 就是你跟一个人相交 谢谢你啊 什么什么 这个不是主远远的在外面 你用你心里想的什么东西 所以他说在这里你可以停留一两分钟 跟主讲几句多谢 什么这些话 然后呢跟着呢 第二个步骤 他就求主光照你的时候呢 他说接着就从内心的深处呼唤 求圣灵光照 就让他带领我 盖要的去回顾一下今天的生活 或者是半天 就不要仔细的用人的思想去分析了 去探讨了 只是轻轻松松的这个量过 就好像一个很轻的记忆去听听 他真的就说就好像你在水中 很自然的让身体浮在水面上 就是不要就是很放松的 然后单单去接触一下 让一些人的事浮现一下 然后到时呢看看 然后如果有什么印象一浮出来 你马上就留意你的感觉 在记忆当中就你当时是快乐的 还是哀伤的 生气的 就是留意你的情绪 那就是大概就是感觉一下 这个就够了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段 所以就是心灵带领你 让你留意说 你现在在这一点钟的时候 这个人来了 发现怎么样 你突然在里面非常生气 那就够了 那你知道这个就够了 然后呢就进入第三个步骤 那下一个slide Howard 对 然后他就是OK 那我专注我很生气了 那就求主帮助我 去觉醒的审查 这个事情 为什么是那样子的呢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他就叫你说 你千万不要花很多时间 就停留沉思了 然后就被那些情绪卡住了 然后就那种rationalize 就是说 我也没有什么对啊 他也什么什么 就是不要讲对错这些 他就是叫你避开这些 你只是只是留意 那如果你常常这样子呢 你可能有时候 你可能留意到一个样本 就是说为什么 一看到那个人 就是高兴的 或是一看到某一个人 他那句话一出 为什么我就会生气的 就是其实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叫圣灵帮助你 在生活里面 有什么人的事啊 什么事情 那是你的按钮 就是就是那个钮 其实你全部存在 那些都是等于 要主意治你的 但是如果有人出来 在那边一按钮 你的某个情绪就出来了 所以他就是教你 帮助你 怎么样 叫圣灵帮助你 去知道你自己的情绪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活在理性里面 根本就不管我想什么 反正就是 就是反应 就是你就是反弹的 就是他就叫我们 一定要要醒察 不要反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好了 那如果你留意到某一个人 那什么事 他就说 第四步骤 那你就 医治我 他那刚才那个牧师就讲说 面对 什么问题 这样 他就是叫 把他变成 这个 写的这个 他就说 写成是医治我 就是自己意识到 我在这方面 的确是就是软弱的 就是缺了的 够不上的 所以呢 就求神 看看神要跟他讲什么 来安慰啊 还是医治啊 还是怎么化 这样跟他讲这个 所以他就说 尤其是人际关系的那一些 那就更可以让神帮助你说 留意到 我真的是说了几句话 因为我里面是这种感觉 我那句话 更 hurt 我自己还是 hurt 了别人 还是什么 就求主你帮助 介入 把这个关系 这个弄好 或许帮助你怎么样去 解除这些破裂 什么之一类 所以他是医治我 然后下面那个 就是 他就说 叫交给你 那就是说 有信心的 刚才那个牧师意思就是说 我恩待 相信 行动 神会祝福我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交给你 就是展望 下一段的时间 或者明天 或者什么 什么事情 我需要做什么的 就告诉主说 我真是很想 比如说要解决一个关系 那你就跟主说 那个人也一直避开我 我想跟他讲话 没有机会 那你可以向神求说 我真是很想 你把他拆派来 让他来到我的面前 愿意听我 跟他讲 我可以分辨 或许盗窃 或许什么 这一类 这是有关的那个事情 神已经告诉了你了 那你就一直往里面去 然后就交了给主 那就看明天 或是后天 看看神在这个事情上 怎么带领 都是他的意思 所以这个五个步骤 就是说 就是这一种的祷告 来与神相交 所以现在 还临修之前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或是有什么反馈呢 在今天的这个课题 的主题上面 他有提到这个光照我 他说光照我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是以神为中心吗 对 他叫你 其实做什么 其实他这个 这个意识警察 他的重点 不是说 叫神来怎么雕塑我 光照我 什么不对 就去掉那个 所谓的 不对 就变成 transform 就变成什么圣洁好 他不是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 最低层的 常常根本 就是不认识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神很难 要求你 神真是要帮你 要要求你 他要把你里面的脏水 让你认识你自己 慢慢的打开你自己 看到你自己的 够不上 或许什么的 然后你来到 他的面前 求耶稣基督的恩宠 来医治 来帮助 这样才讲得到 神要求你 希望把你变成什么样 神是希望我们 活出我们每一个人 在他面前 特别的 独特性 又是在他 与他同行的当中的 正面的这一些 他没有说 在圣经里面 搞出一个版本 然后每一个人 这个就叫做 完整的小基督 你们就向着这个 就一直这样去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看 你看圣徒们 在圣经里面 所有神的仆人 每一个都是 徒德性都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神 神用他们 也不一样的 所以他这一个教导 就是叫我们 专注在神的里面 意思就是留意 神有没有来 到底他有没有跟你 说个笑 还是骂你 还是怎么样 这是你留意 那个经历 当你越留意到 知道神来了 你就知道 是怎么样的情形 所以他就是 帮助我们 先认识 不要批判你自己 认识你的情绪 每一个情绪 对与不对 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 其实常常 人就是受创伤的 所以都要拿出来 他才意识到自己 因为创伤的缘故 自己想医治 还是想救自己 什么 就变成一些偏情 就是你自己 就会自以为是的 那些都不是在主里面 我对他这一段的领会 就是他是说光照 然后不要用自己 拼命的去 去省察 拼命的去想 意思是你就是let go 因为他说好像你 你拼命的浮起来 你反而会 沉到水里面 但是你要浮起来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全人放松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的意思 其实我们要学习这一个 全人的放松 就是let go 然后let god 就是神的灵来 那个时候是让神自己来 来启示也好 来就是光照我们的光景 就是完全让他来做吧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跟你寻求 与圣灵相交 那个anointing 你能不能够进入到 他的圣灵的带动 这个灵里面 是有关的 就是如果我们平常 太用理性 或许用其他的 伦理的要求 或什么来这样 一直去往前的时候 是我们人为自己里面 设立出来的一些目标 去 而不是接触到那个源头 是圣灵来 然后圣灵在我们的 存留我们的一切 任何的里面 他满满的在里面 等候着我们去 邀请他来 然后跟他共行的 但是我们不意识 所以他就是要超越你 有这个比较强烈的意识 尤其从感性方面 感情方面入手 其实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学习都是给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界 去有更多的 就是更多的突破 更多的学习 那我觉得他这个光照 其实是等于 我看这个初见布施的 这个灵修七步的时候 就在考虑一下 我们一般人最缺小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那个等候神 这一个 所以他这个等候神 就等于这个光照了 我们来到神的面光中 我们要等候他 因为平常呢 大家觉得 哎呀我灵修 我已经读了几节圣经 我已经祷告 那就finish 就完了 其实呢 就是缺乏了这一个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 对 对吗 对 神怎么光照我 跟我实际的生活 我实际的行动言语 昨天 实际的事 有什么分别 就是有什么影响 这个来带进我们的 医治 改变我们 Ultimately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 都是要一种 我们自己会 会develop 一种 我们个人的 很unique的一种方式 来亲近主 但是这些呢 全部是提供很多的 一种操练的方法 每一个工具 每一样是适合 不同的人使用 有些人喜欢用一个笔 有些人喜欢用一个锤子 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你大概都知道 这些都是神给人可以用的 那你以后操练 每一个都拿个工具来试试 又进入啊 什么什么 那你到最后 你会知道 常常很容易进入某一种的时候 就跟神有很甜蜜的交流 那就 目的就是照这个嘛 目的不是说 我什么都会用 而是只要你能够真的 进到神的面前 有很甜蜜的时刻 而且他又光照你 有医治你 又什么什么 那就是目的达到 就是进到这个里面 不过我们 就是为了不同的人的需要 不同的在这个 神的国度里面 那么多人寻求追求的 这个属灵命的塑造 跟灵修这些 发现那么多的东西 你要多知道 然后你才 才有的选择 所以这个光照我 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情绪 然后在这个情绪的当中 来经历神 对 感性的 他这个完全是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所学的 你知道 人的感情是那么大 神在我们的心里面 全部大部分的你的感性 多过你的理性 其实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在很用理性 忽略了那个感性 你就忽略了神很多东西 这是与神交往的 所以他这个那时候 就是针对 就是这个修士 他看到这一套 他就拿出来 而且他当时使用过 发现得好 很帮助很多人 当时教王 就因着他这个 就把他不知道怎么高捧 就是在天主教里面 就成了一个 出名的东西 然后以后就在他们 天主教里面 是成为一种灵修的传统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不是 当然不是现在 我们告诉你 把最浅的入门 这样讲一讲 这样他当然他里面 他有他的神超里面 但是他的重点 就是在你的心态 你的感情 了解你自己 要认定 要知道 然后看到你自己 在神面前 神喜欢你在他面前 是怎么样是表现 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就是他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 所以那么早以前这样子 那时候都还没有心理学 也没有neural science 他的观察 一定是很细微 他自己经历 那为什么 注意自己的情感 的时候 会经历到神呢 大家回答的 这个问题非常好 请大家回答一下吧 因为主耶稣 也是有情感的 主耶稣 你看到 拉撒路死了四天了 对不对 他晚去四天 当然有神 神的美意在内 你看到众人都在哭 主耶稣也哭啊 他也是在 也有情感 情感是一个人的智商 为什么这个叫光照呢 为什么这个叫光照我呢 因为智商 有的人的情商很低的 他不明白的 他不知道的 所以是情商高的人 他明白 情商低的不明白 低的他就要神的光照啊 情商智商 这是一个人生成的基本啊 根本不是基本 根本性的 一个需要智商 你要学习学习 小学中学大学到博士什么的 给你学习能力 这是靠智商 但是你处理处理待人接物等等的一切 包括在神里面 都需要情商啊 所以情商要高 情商要提高 这波讲得很好 我就想起上一次我们讲到六个核心 可求的时候 神造人就是在这方面 因为这样子 他可以完成一个 就是他人的责任 其中的一个 除了你发挥影响力 在造物中 另外一个就是 进入关系的连结嘛 那你跟神的关系连结 还有所有的神的身体 他的子民 他的儿女们的关系的连结 如果你没有情商 在这方面完全不懂的话 那你就很难跟人家连结了 对了 所以这一个就为什么 他就是那时候标榜出来 你们要很无意 这个情商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就是 你光照了以后 你就得着帮助 得着医治 最重要是得着医治 其实那六个核心 可求 出了问题以后 那个人都是四面爬的 根本就不是向着主的 所以神要医治他呢 其实要很多方面来 来把它整传出来的 如果没有了这个 你只有自伤 你只有知道神的旨意 神的什么什么 你以为你能够去 你跟着去 做不了 动不了 因为你如果没有跟圣灵 合成一体 像自己连在葡萄树 你不是跟神的生命 跟他的感情连在一起 你什么都不能做 那我们今天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应该进入 我们今天的操念 那今天的操念呢 就是用 我们就不用圣经向往 以前那一种的操念 那现在转一转 我们的思路 就听一听一首歌 圣诗 把我们的心带到 就是等候主的面前 好不好 那这个是奇妙的引动 我从慰问地说先 能别我同流心 我被人害怕修剑 我生命若荒唐 你在青春 将我们心 向着通道的地之忧 因我们靠在灵野动物 在我动着灵野动物 在那岁月中的歌唱 我会想留意的歌中的意义 我这岁月的天山长河 我心的音乐暖落 岁月日海之匆匆 你居我心深处 借几四冰沉真相 你触动我心光 自己地震行 你唯动我心无常 自己墙 of tOWN 继续这绿 继续忧愁 你带我 继续 自生 静静 走 川 我 当 孽 寝 你的选择过去 那图的尽情真邂逅我的心 世界的云点 小区的旧间的神光中 我会迷迹 好 好 下面就是我们灵修的时间 今天不是去看思想圣经 你等一下就尽量跟着那个人的音乐 问你自己在今天的生活中 你在哪个时候最感觉到神的同在 为什么 然后你就感谢他 然后跨行你就觉得 你生活那些很强烈的情绪当中 你觉得神那时候 神一直不同在 也很黑暗的时段 那你现在邀请神来问 为什么 意识醒察祈祷 请你合埋双眼 尽量让自己坐得舒适 感觉到背部挺直 双脚平放地面 双手平放在大腿上 轻轻轻地用鼻子呼吸 轻轻地用鼻子呼吸 呼吸 呼吸 留意到吸入时的清凉空气 呼出时的温暖气息 让你的身体好好地休息 享受这个平静的时刻 感谢您在我这一刻的生命里面 引领我来到这里 感谢您在我的内心 抱重这一份渴望 让我去认识您 和不断更深地爱您 让您赐给我光 照亮今天您在我生活中 临在的不同形式 我将注意力放在过去一日 所发生的事情上 所接触过的人 所去过的地方 注意一下有什么思想 和形象浮现出来 当中又有什么感受 在这里 我将忍不太熟悠 我们将忍不太熟悠 这样的感受 我一下 很好 我从大陆 静静地 轻轻地 我开始去过累这些思想 形象和感受 在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里面 有什么我最感恩的呢? 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我心里有什么感受? 在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里面 有什么我是最难感恩的呢? 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心里有什么感受? 我心里有什么感受 无论我心里所浮现出来的感觉和情感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让我细意留心当中 有哪些比较触动我? 是什么样的的呢? 是什么样的呢? 是什么样的吗? 你可以吗? 是什么样的呢? 你认识还是什么样的呢? 对我说我很可疑 现在就想象一幅耶稣的照片 在电影里面熟悉的耶稣 想象耶稣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 祂望着我,祂愿意分享我所经历的一切 就让我和主耶稣分享刚才表现出来 心目中值得感恩的事情 又或者难以感恩的事情 又让我和耶稣分享当中浮现出来的思绪 想法 然后用我认为最适合的方式 在静默中回应天主 例如表达感恩 祈求欢庶 请求指引 呼求帮助 又或者请求自愈 在静默中回应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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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看看 我有没有得到一些新的动建 新的见解 能够作为我未来生活的指引 亲爱的主 感谢你 感谢你 在整个醒策的过程中指引着我 让我离开这段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你们刚才有没有按照 我们在回想 在省茶的当中 要有耶稣的同在 嗯 然后让耶稣来对我 审茶的想法 跟感受啊 耶稣对我的 啊 耶稣要对我说什么话 耶稣会听我讲 可是耶稣会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是有期待的 所以我们在等候 他的当中 我们应该去聆听 耶稣要对我们说什么 嗯 就像是他说的 也许是医治 也许是欠告 也许是一同分享喜乐 嗯 或者我们有不适当的情绪 比如说我们的生气 我们的悲伤 如果说这些情绪是不适当的 不合适的 耶稣会怎么样的 对我们说什么呢 反应什么呢 怎么样安慰我们呢 怎样拥抱我们呢 我觉得这个是经历神的 最重要的部分 嗯 我只是向神倾诉 嗯 但是我还没有等候到说 听到主的回应 但是我以前曾经有过这个形式 嗯 我以前好像 我就像刚才Nano也说过 我以前主曾经自己带领我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么做过 嗯 我确实是有 但是我觉得那是要有时间 而且是单独在内室很安静的时候 嗯 是能够听到 嗯 就是主的回应的 我呢 总是觉得啊 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啊 嗯 嗯 嗯 我觉得是很 很对路子的啊 因为呢 我时常在想 主耶稣 主耶稣一个人 他也不希望人多 他就也有一个他独处的一个 一个习惯 一个人跑到山上去 去祷告整夜的 对吧 就是就是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整夜的祷告 你整夜 说一整夜的话吗 不见得嘛 对吧 就是说他 仍然就是说能够 祷告一会儿 然后他就静下来一会儿 和神在 这就是一个最亲密的 和神交心的 这一个时间 这个过程 这个应该是很对 很对路子的 一种学习 和神相交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很对路 只是呢 我觉得我现在呢 好像 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这么深交 能够静下心了 那么十分钟的 五分钟的 已经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我下定的决心 这是我今后 这余下来的余生啊 这是我一个目标 我也是 常就是读经 我是天天有跟弟兄姊妹读经 早上也有祷告 但是最缺乏就是 这一个个人的等候神 就是跟神的相招 但是呢 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 就觉得那种是滋润白骨的那种感觉 是一个非常的蒙恩 很有恩高 就是每一次进入 你就好像就领受到一个神的恩高 因为你去亲近神嘛 所以这个是真是太好了 我也觉得这个灵修呢 就像俊波讲的 这个意境呢 这个什么 很长时间在里面 知道是好 但是因为自己还没到那个警戒 还没有懂得进入的时候呢 就不知道干什么 就在这个状态呢 那你又觉得一个人 那你就坐在那边就睡觉了嘛 所以就想说哎呀那有一群人 我们大家逼着我们大家一起巴叫 那后来我看我自己这个日益进入了 我觉得最近是有进步了 昨天我的我的孙子过来睡觉嘛 突然我就想到昨天晚上我put him to bed的时候 他要求我跟他读一个故事 我感受到好像跟他有一个connection 就有点像有一点点像mother and child 他有那种感觉 我就突然就觉得好像哎 就是对他就有了一份不一样的感情 在整个当中我突然就感觉得到 我开始知道我爱这个孩子 所以我就问主 一想到昨天晚上跟他讲故事的时候 突然就也感觉的主在旁边 主就是主就好像他不用跟我讲话 我马上里面就好像知道主就是说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不知不觉的 前而末化的感情里面 你一起做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一种神允 一种什么我不会讲 就好像他就是跟我讲这个 就是神也是很留意很喜欢这一种的 这样 我们刚刚周五读了这个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的这第一章 我就读几句圣经吧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 有了德性又要加上基实 那这个基实他在解经里面就说 就是锐智实用的智慧 这里是指对神的真知识 即是头脑的知识 又有灵理的经历 所以如果说这灵理没有经历的话 那只是基实那这个基实就很空洞了 你不能说 真知识 真知识是跟交集在神自己的 有灵理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就是很难寻求 除非你进入灵灵交 那我们就应该进入祷告了 感谢主 上面感谢耶稣带领我们今天上这个课 求主耶稣光照我们的内心 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得以看见神 本体的真相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爱我们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 你创造我们有你的本意 你是何其的爱我们 你何其的咳慕跟我们连结 但是我们都是在堕落的世界 有堕落的背景 所以主感谢你在过去里面 你舞动 你招聚我们 让我们觉得咳慕 像这个路 咳慕吸水一样 我们心里面 灵里面是咳慕 见到你的面 与你交流 咳慕这个自己 沿在葡萄树上 你是神 所以一切 只要你愿意 你恩宠怜悯我们 我们愿意跟着跑 这个关系是一定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感谢 求主保守我们 恩待我们 继续的启示 你用你的爱去信我们 我们就快步的跟随着你去走 让我们真的是慢慢的以后知道 怎么样被你装备成为你的心腹 来与主耶稣进入这个婚宴 所以谢谢主给我们以上的时间 好 主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每一次我们来亲近你 我们来学习 如何的来亲近你 你亲近愿意亲近你的人 所以你都会大大的恩待赐福给我们众人 主啊 就是我们感觉到 不是很理解 不知道怎么的进入 我们也相信你来纪念我们这个愿意的心 我们愿意来学习的心 所以我们继续祷告你来大大的使用 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组 每一位都把我们的这一份带进来 叫我们一同的学习 你继续的你的灵亲自的引导 我们往前 我们感恩 为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聚位 献上感恩 愿你的名得荣耀 一切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阿们 那现在就是本周昨夜就是有几次经节 就是让大家看看 主要的就是看在当中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我通常是在哪里朝见神的 哪里才真正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然后呢有一篇小品文 这一些的文章 值得在大家去借着这个来 预备一下心看一看 那下个礼拜我们要重点就是 怎么预备自己进到神的面光 其实是怎么样才能够进到那个第二个曼祖 就是在就像摩西这样来到约会面前的 在这个制圣所里面